十年前 2003年春天 苏拉律刚刚确定了六个人的编制 即将在政大竞选党的舞台上演出 学校却因为SARS取消了所有的室内活动 只好在户外举办很简易的演出 什么都没有 只有简单的音箱 麦克风 没有华丽的舞台 绚烂的灯光 专业的音响 我们依然卖力地演唱着 这就是苏拉律六个人第一次的演出 活动结束后 我们拍了好多合照 感觉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不管在音乐上 个性上 有许多交叠又互补的部分 虽然我们充满活力 但也无法改变现实的环境 随着大部分的团员即将迈入大学最后一年 和一般的大学生一样 我们都知道 可能这个兴趣也会有跟他说再见的一天 那年暑假 清风提议安排一些演出 做一个环岛之旅 我们租了休旅车 就这样开始一边玩 一边表演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场巡回 当时没什么人知道苏拉律 好不容易 我以告别演出的名义 卢到了五个表演 在第一站海洋音乐季的小舞台 就遇到了韦哲老师 其实当初第一个引起他注意的 不是清风的歌声 而是小微的迟到 因为主持人不停地广播 160公分80公斤的苏拉律鼓手 不要再玩水了哦 你的团员在舞台上等你耶 这一连串的广播 让韦哲老师和现场观众 完全地把苏拉律的名字记起来了 演出一结束 热情的老师就递上名片 没想到 这张名片在一年后 成为了一纸合约 2004年5月30号 我们从政大出发 举办了School Rock演唱会 当天发行了苏拉律第一张单曲 《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 所以我们说这天是苏拉律的生日 从这天开始 我们踏入未知的音乐旅程 走出学校的世界 原本打算结束的一趟旅行 成为了一个新的开始 今年苏拉律十岁了 开始用一个全新的巡回 全心全意地来庆祝这个美丽的巧遇 光满的生日漩涡 需要穿了一切天使用苦梦 无悔 让青藤 一眼见你手 一起跳舞 海洋中的也没有 雨淋雨 灰心在下心的黑夜 划不可下手 海洋中的黑夜